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二的开市感浪 首先跟大家跟进欧美股市的收市情况 美股上升电商和工业股的升幅较大 另外临近美国感恩节假期 大肆交投淡政 投资者仍然关注德国整局和美国税改的进展 杜瓊斯指数最多升98点 升至23,456点 售事报23,430点 上升72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82点 上升3点 纳斯特克综合指数报6790点 上升7点 至于在美国上市的港股与托证券 受个别发展 梅峰表现卡稳 折合港元报75.52点 中二动报78.47点 中联通报11.63点 中人寿报26.75点 中开邮报10.5点 中石化报5.47点 中石邮报5.15点 欧洲股市上升 伦敦富士100指数报7389点 上升8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报13,058点 上升64点 巴黎剑指数报5340点 上升21点 至于商品期货方面 石油输出国组织下星期会举行会议 辅末之前油价延续近期的跌势 市场普遍预期减餐协议将会由明年的3月延长 至明年的年底 另外美元上升也拖累了商品价格向下 紐約旗舊 收市部每桶56.09美元 下跌46美先 倫敦布蘭特旗舊 收市部每桶62.22美元 下跌50美先 金價下跌超過1% 主要受到美元偏強所拖累 外市場聚焦美國加息的前景 紐約旗舊 收市部每盎司1275.3美元 下跌20.9美元 美元指數升至近一星期的高位 主要是歐元偏弱 德國未能夠組建聯合政府 政治風險拖累了歐元回價的表現 美元對港元報7.8118 日元112.05 歐元1.1764 英鎊1.3243 瑞士法郎0.9897 加元1.2785 澳元0.7563 紐元0.6822 美國國庫債券方面 10年期債券息率是2.37 30年期債券息率是2.78 這段環節請來Rafi跟我們跟進美股的表現 Rafi 你好 你好 首先跟你說說環球消息 因為看到德國的祖國談判失敗 資金面上可能令到資金回流到美國本土 可能對美股帶來支持作用 加上昨天見到經濟數據向好 藍籌業績穩定 都令到美股上升 但這些因素 會否抵消美國稅果的不確定性 繼續支持美股做好呢 Rafi 坦白說 暫時來說 第二 當然昨天美股也是在上 但你說可否剛才提到 譬如割別一些好因素 可能抵消一些比較不明朗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反而要再去看一看 因為始終這樣說 當然昨天升 其實剛才也說到一點 就是一方面 昨天美股那邊 自己就割別一些電信股 這些比較公用股成績的股份 就要撐一撐起市 再加上前提到資金面方面 歐洲始終突然間有些政府不穩的地方 特別是德國那邊 令到錢可能流出歐元 拍到美金那邊 從而對美股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支持 而特別是德國那邊的情況 的確暫時大家有少擔心 但你見到恐慌情緒又未至於去到很大 否則昨天沒有留意歐股 都可以稍為做好 甚至乎假設德國那邊有甚麼問題出現 我相信資金面方面 可以叫利好美股或美金 但實際氣氛上說 又可能會衝擊美股 所以實際德國那邊的問題 究竟對美股是好還是壞 是很兩體的 所以我覺得昨晚來說 令到大家的看法上說 德國是有點憂慮的地方 但未至於大家很擔心 因為從暫時來說 這件事還要看看如何走 因為特別是德國政局為何突然說 趕到不穩 因為大家知道 過兩個月前 始終德國有大選 的確 默克爾領導的保守陣營是贏了的 但那一刻贏得來 就拿不到太多的移植 組不到一個單位的政府 所以需要聯合其他黨派 籌組聯合政府 其實不可以說是德國 過去這幾年 歐洲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但之前那麼多地方都談得定數 但以今次來說 德國這邊暫時談不定數 因為當時他們自己定了 保守陣營的默克爾那邊 定了剛剛過禮拜日的限期 說了限期之前 可能跟當地的綠黨和自由民主黨 談籌組聯合政府 但結果就達成不了共識 自由民主黨就退出 變相整個談判就破裂了 對大家擔心這件事 當然現在要看怎麼行的 一方面就是 以默克爾自己比較傾向 可能想再選多次 但當然再選多次 這個有好有不好 始終都有個不確定選存在 甚至乎以各別的市民也好 或者投資的市場也好 就是衝擊 所以實際來說 這樣再演變下去 可能對美股是偏膽也不出奇 所以我覺得是要再看的地方 而以來美股雖然這兩晚 升回頭或升回一點上來 但之前都說的 自身來計 其實升回頭也提了一點 就是稅改問題 都要繼續留意 仍然都是那句 之前眾議院過關 參議院的金融委員會也過關 但參議院自己本身 是未全體投票的 這個是要看在星期四 至之前究竟可不可以投票 基本上是通過到 而就算真的參議院也通過也好 以番常都說 就是參眾兩院的議案 其實分期很大 究竟之後可不可以叫做歸一 做一個所謂中合版 修正版出來呢 其實都未知 所以似乎稅改問題依然很困擾著美股 所以暫時我覺得美股 雖然昨天叫做升回幾天點上來 但指標性未算太明顯或太明朗 甚至乎這星期內指標性又不是那麼重 因為已經提到星期四九一節 美股沒有市 星期五又break friday 只有半日市 這星期內只有三日半市 又很難說作盡 所以昨天見到昨天 美股升得好 其實成交都比較靜一點 所以我反而要看過一星期之後 剛才提到的水果法案如何行動 德國的局勢如何演變 甚至乎剛才看到美股 可能當它是有回歸市的 過了假期之後 看看大家的入市又如何 如果幾方面都正面 當然我覺得美股做了條件在上 但如果一旦出現比較負面的地方 經常都會說 始終美股在年初至今升了兩成多上來 我覺得做一個比較深一些或次元的調整 其實都不出奇 好 之後就和Wafi說說香港的股市 昨天港股就在騰訊大令之下 就升61點 連續第三日就好了 見到今早回來勢頭仍然很好 高開109點 現在就越升越有 升204點 報2萬9467點 而騰訊亦都繼續連回再破頂 現在就報429元 而今天騰訊的手游或光榮市民正式推出 有望手游的收入表現會持續強勁 短期內相信都會繼續沉頂 會不會在騰訊大令之下 恆子都可以再創一些高位呢 Wafi 當然恆子方面其實暫時還是比較強 而這幾天都說29500會是短期的目標 其實現在都是持續50點 也差不多到了 但只不過問題在於後市能否突破到這些位置 當然你說以近日市市比較特別 很單一地靠可能是騰訊 當然最主要 平保這些各地內險又大動一下 變相都是很單一地靠幾隻主要南酬 就產在市場 你說這樣看 好像傳統來說不是太健康 但其實相反轉講今年裡面的市況都類似是這樣 不知道久不久就靠各地幾隻股份撐住 又不會說真的全部股都升上去 所以其實這個所謂的炒法 其實對此都沒有太大改變 甚至乎以暫時來計算 雖然比較單天保自尊也好 但整個市場整家家的動力還是夠的 所以你見到過去這段時間 都一直在剛剛過千億左右 千億附近左右 又偏多些又不是太多 所以那句比較有動力得來 仍然是比較健康 所以我覺得這番整體這樣說 的確還有條件是反覆去試一試高位 甚至乎都經常說的 就是這番港股來計 雖然年初至今 即是對計升幅是很多的 7000多點 但升得來都是比較溫和 經常都說 它已經差不多11個月有很多去升 再加上去到這些位 其實股值也不是特別貴 因為始終剛剛過了第三個業績之後 見到普遍那些業績盈利變得挺強的增長 都拉低了一個PE 現在都是大約還未到14倍 以歷史數背上說 不算特別貴 所以以這些因素上看 只要成交不是大漢速度很重要 或者一些所謂大的藍炒股 例如騰訊 評估這些 不是急回的話 我相信港股繼續反覆 所謂萬牛價股的向上形態 但未有太大的一個變化 所以短期來說 如果能夠突破到29500這些位置 我覺得短線來說 有機會試一試29800 我覺得反而一級一級 可能三小八點 這樣升上去 但反而下面的大位 都是29000 我覺得按照這一層 都是能夠守住29000 其實暫時的問題不太大 好 繼續看著29000 至29500這個位置 最後跟Rafi說了內地的股市 因為見到昨天護心三大指數 就有跌轉升 雖然上證指數 昨天未能重複3400 但見到今早回來 都繼續有得升 現在就升5點 在報3397點 會否意味著 可能調整都已經算進入了尾聲 接下來可以維持著一個上升的勢頭 當然昨天A股那邊比較特別 當然天天早上也好 或者下午回來也好 其實都是在下跌 當然那一刻大家都知道 內地加強了監管 特別是新資管理辦法出台 令到很多金融股 例如內銀 內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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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券商 都一起下跌 都拖累了A股的氣氛 但去到美股的時候 突然靠內銀股 就叫你一力撐 有些令到上證有個少少V彈的情況 倒升去收 結束了過去四年下跌 但當然你說今天回來還是不錯 有些的聲勢出現 但你說調整完成了沒有 我覺得要再提一提 因為始終一方面這樣說 雖然昨天叫做V彈 而這刻也正在升 但昨天來說 我看見戶心兩市的成交比較低 只有4800億附近 較上星期五 大概6400億 其實縮了兩成半 所以反映一點就是成交縮 雖然市是V彈 但指標性就不太多 因為始終經常說 A股都是一些所謂的散戶市 除非散戶肯去入市 或者成交很大 這樣理解 各方的市會明顯一些 但如果這一刻成交比較低 所以就算升星跌也好 其實不算太大指標 所以這樣看 也要再觀一觀 甚至乎A股以反 其實這一層打一打都曾經打了不少 而特別是上證 可能3450這些位置 都很明顯有一些阻力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破得到 所以以反成交又不是特別大 而3450這些阻力位都突破不了 我相信A股比較難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聲勢 我覺得短期來說 都可能在3400附近 是反覆著 即是未必有太 除非突然間有些很新的刺激 否則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都是這位去順順下落 好 見到上證指數 現在就升3點 到3396點 而深淨城指就升43點 到11481點 而護深300就升19點 到4163點 而創意板指數就升1點 到1861點 而香港股市方面 恆生指數就升183點 到29443點 而國企指數就升107點 到11644點 而大股成交金額 暫時到達到這裏 就有150億元 好 麻煩Rafi你的分析 這一節就和你談到這裏吧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植物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 耀財MoneyHunter提提你 現貨黃金買入價 1279.16美元 賣出價1279.40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 16.9407美元 賣出價16.963美元 以上資訊由耀財MoneyHunter提供